养了金毛以后才发现原来德木是这么难养 首先因为大家对德木的刻板印象就是非常凶狠的 走在外面大家都是远远避开 平时也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遛狗 但是真的小金毛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喜欢 白天遛狗毫无压力 其次因为德木腿型特殊 后关节特别容易出问题 平时都要努力呵护 并且普遍德木肠胃不好 特别容易穿西 那金毛呢大部分都是身强体壮 聪明体贴 平时基本上不需要对它额外操心 肠胃可以说是铁打一般 养它这么久 平时窜息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 最最最头疼的是德木都非常挑食 普通的粮食吃了一阵子之后要换着吃 不然就开始跟我玩绝食 金毛就不一样了 哭哭炫饭 菠萝包平时吃的最香的就是疯狂小狗小耳朵冻干加薪粮 里面有四种冻干 每颗狗粮都有加薪 德木这么爱挑食的狗狗都爱吃 更别说金毛了 奶黄包是既热爱又执着 所以你们理解了吧 金毛相对于德木来说实在是太好养了 我真的会泻 今晚就在你床上拉臭 是打执 narciss TO 除了 那 Director 不 我在 milk 你 手